人生不律489 我愛的人不愛我 大家好歡迎收看 厭世點點店 我是Nanako 家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人 她就像太陽一樣 總是燃燒自己照亮別人 她如果沒去洗衣服 也沒有人會洗 襪子穿內衣內褲就是湊在那邊 如此辛苦的媽媽 我們要學一道非常漂亮的甜點送給她 一起來做這一道 向日葵擠花蛋糕 要做出漂亮的向日葵蛋糕呢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滷肉蛋糕 做為我們的基底 好的 我們準備敲碎的奶油餅乾 跟無鹽的奶油 給它隔水加熱 給它倒下去 菜油了啦 蛤 你今天還這樣做的 我還要吃這個嗎 沒關係 媽媽媽 母親姐就是一天而已啦 沒有在你天天吃好不好 我們把這個奶油餅乾 放到我們七吋的底 我們把奶油餅乾填上去之後呢 你可以比較簡單就是拿去冷凍 它就會成形 但如果你的媽媽跟你的感情 是比較在好一點 你可以把它烤鍋比較香 冷凍30分鐘它就會成形了 烤鍋也是一樣 烤出來其實烘烤鍋也會成形 就把它放在室溫讓它冷卻 其實就可以用 我們這個就是備用 製作滷肉蛋糕的主體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們把吉利丁呢 泡水仙 不是水仙花 是泡水仙 我就是 常溫的cream cheese奶油乳酪 用手持稍微把它打軟 然後下我們的砂糖 一次下這個 蒸乳蛋糕其實做事很簡單 完全不用怕會失敗 把它打到跟糖混勻 乳酪沒有大顆粒 其實就可以往下加 增添一點特殊的酸味 然後讓它口感吃起來比較滑順 優格 把優格下進去啊 好 非常滑順之後呢 我們來加熱我們的百香果 這百香果是 真的是由百香果裡面煮出來的 還有劑 這個紙呢看你自己喜歡 你要不要保留 那在微溫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離火 把泡軟的吉利丁加進來 吉利丁融化之後呢 我們分次把它倒到乳酪糊裡面 不要一次泉一下 它可能會產生油水分離的狀況 怎麼會這麼貼心 我覺得我一定是個好媽媽 是嗎 不 應該不會 大家投票好了啦 這個也要投票 全部都付出公投 特別在這裡沒有自信 別人瞧不起你 我們就直接公投 完全融合之後呢 最後一個材料 打發的鮮奶油 大概七到八分發就好了 餅乾底還記得嗎 給它拿出來 乳酪糊就給它刮啦刮啦地往裡面倒 哇 你看那個籽 不覺得很美嗎 我聞 這樣做很 怎麼撲聞 我聞到 你聞到 直接這樣吃也很好吃 抱歉我現在是刺蝟 同時也是栗子 好 我們拿去冷凍 三個小時它就會變硬 好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這一集呢 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就是我們要教的是 擠花專用的 義式蛋白霜 也有韓式蛋白霜 但韓式蛋白霜本身吃起來比較厚重 我們今天做的這個比較輕盈 它在室溫下 幾乎也不會倒塌 它可以讓你的裝飾你的擠花呢 維持很長一段時間 準備常溫的這個奶油 一大鍋 稍微用手持攪拌器呢 把它打 打到這樣微微發白 這樣其實就可以了 都不會變白 都變白 這怎麼變白喔 我們這個開玩笑 義式蛋白霜呢 跟我們在做那個 普通的那種蛋白霜 其實有點像 我們就是要把水跟糖 加熱到120度左右 然後我們就開中小火 這個時候我們就來打爆蛋白 蛋白跟糖呢 可以直接這樣子 中低速打就好了 把打成六七分發 濕性發泡 我們的蛋白呢 打到像這樣有紋路 然後尾巴帶一點尖角 就是要挺熟 一百二十幾的 一百二十幾的 來 多多你幫我下好不好 來 多多你幫我下好不好 我們下糖漿之後啊 用高速 我讓它稍微降溫 我順便再把它打到更發 兩三分鐘 它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非常硬挺 十八歲 媽媽最 是我最喜歡 我最喜歡 硬挺的這個 一定要把媽媽拖下水 我們這一鍋就是剛剛的蛋白霜 然後這一鍋是打軟的奶油 我們直接把蛋白霜呢 整坨 加進來奶油這一鍋 接下來一樣啟動我們的手持 用最慢速讓它混勻就好了 途中它會產生像這種 很奇怪 用豆腐渣油水分離的狀況 不要慌 不要怕 繼續打 再繼續追打個一分鐘到兩分鐘 你會發現它的質地呢 非常的平滑 平順 我們大概分一邊是三分之一 這邊就三分之一 然後這邊多的三分之二 我們要把它攬成黃 用奶奶口最厲害的方式把它攬黃 好 精選黃色 先來聊給兩滴試看看 你剛剛講話就好了嗎 看到黃腔 用你的指令要變黃 好難喔 你對他講你好棒 沒有怕 黃了… 終了 既然要黃我們就黃了徹底好嗎 喔…太多 十二… 然後第二層黃色比較偏淡一點 好 我們調出兩種不一樣的顏色的黃色 一個比較黃 一個比較米黃 你會發現我們一直在室溫工作 但是呢 這樣的奶油霜呢 它都不會水掉 軟掉 我們要在這個做好的百香果生乳酪上面呢 用剛剛做的義式奶油霜 完成太陽 就是向日葵這個花朵 Sunflowers 加S 復蘇加S 好 那我們選用的呢 會比較… 會比較像向日葵的花嘴呢 就是這一個 帶點有點鋸齒 它這樣擠出來會有那個花瓣的紋路 非常的漂亮 先把深黃色的給它架進來 因為這個奶油霜呢 很容易塑形 如果你擠醜了 真的是可以把它再次刮掉 因為反正我們上面都會鋪滿 所以 如果你覺得有點難要練習 你就是這樣擠 擠得不考看 你就直接拿瓜瓣給它吐回去這一鍋裡面 然後稍微再冷藏一下 大概不用九、五分鐘 它就會又是硬邦邦的一條好漢 那我們先用這個花嘴呢 擠一圈出來 那花瓣呢 因為我們有幾隻一圈 所以它可以讓它站立 所以它花瓣是會有一點往上走 你不要平了 你就會有一點往上提 長一點 有的長有的短 我告訴你 那就正常 你如果要計較 你真的知道 你三天三夜你都做不完 好 那我們擠完一圈之後呢 我們還要再擠第二圈 那第二圈就是大概從 它們這些空隙裡面走 兩圈花瓣擠完之後呢 我們繼續用同一種花嘴 然後用的就是比較米黃 淺黃的這個奶油霜 一樣給它放進來 那它擠的方式跟剛剛一模一樣 一樣繞個圈 然後抬上來這樣子 哇 你看 然後畫龍點睛 這個香日葵呢 最重要就是我們要準備點Oreo 你這個撒下去就是 超香 這是什麼啊 你今天做的這是什麼給我啊 給我媽這就是一個 沒有 我們把巧克力粉當作它的種子 撒在中間了 就完成今天這一道 向日葵擠花蛋糕 YES YES 真的好漂亮喔 大家想要一首歌嗎 母親 小月亮一樣 初一是無不一樣 怎麼樣 什麼表情 什麼表情啊 媽媽評鑑一下 你會覺得很重嗎 奶油霜 不會對不對 趕快打預防針 不會對不對 百香真的很香 百香很香啊 這個是 我覺得它百香果的酸味 很衝擊 很好吃 而且完全不膩 如果媽媽覺得很開心呢 記得我們還有一個 hashtag to nanako 把你做好的向日葵蛋糕 分享給大家知道 夜市甜甜店 每個禮拜天 每個禮拜四更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當母親七年 在小一的時候 我突然收到一張明信片 然後字超醜 然後 謝謝你每天照顧我 幫我準備吃的 我永遠愛你 然後我就 快哭了 你這樣就可以哭 我哪怕周圍的鑰匙破 這樣怎麼會急啊 這有射數我啊 小小的身體 小小的手 然後顫抖 寫出這樣感謝的話 真的好醜喔 我真的 八十把尿 就是 開始就是從患尿片那一刻 就開始 第一次接打針啊 這麼多回憶喔 那現在呢 過了五年了 現在好醜 過了五年了 襪子到底怎麼的時候要自己會洗 好 編刀怎麼會自己洗啊 我想要但是得不到啊 我想要男人的慰藉啊 避風扛的呵護啊 天啊 炙熱的 手心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腰臉 不是要腰臉 帶眼皮 哈哈哈哈